這個過程中,大陸給予我們比較優惠的條件 第一點,你方認為說離大陸的體驗 對,就是相較於其他地方的體驗 第二點,你方認為說去大陸投資的時候 你們覺得一些產業類比有一些好處 比如說商務,比如說銀行,比如說遊戲 那之後你們再告訴我們一個整體的比 叫你們居中醫院的研究 告訴我們可以賺到21台元,對不對 第三點,你方覺得可以 就是因為大陸來台的高幹 會雇用一些員工,可以增加就業率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是 都沒有一點點確認 首先在這個離方任務2 對這個讓利的這部分的開放 都要不要跟我方看一下這部資料 這是第二次公聽會的,福茂第二次公聽會的內容 那他說中國對我們的這個開放標準 就是我們在WTO的標準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開發中國家 他們的這個承諾只有 自由化承諾只有39% 我們有超過六成 所以他們高於WTO的標準很合理 不代表因此台灣也比較少 我方指的是相較於WTO其他的會員國來講 台灣簽訂到的這些 先確定一下 在我們開放的對雙邊而言 並沒有比較有利就好 來東邊有問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認為說來台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你們有沒有論證說 在我們這個市場這麼狹小 競爭這麼飽和的時候 你是會願意來台灣投資 幫我們創造就業機會 對方便 我幫你今天論證 對方便 你方認證現在有 好 讓我幫我解釋一下 就是現在ENFA總收新開放的服務業項目 我們就已經看到 入資來台投資的案件裡面 就已經創造9000多的就業機會 那以後我們增加產業類別之後 我們就可以合理的推論 怎麼合理的推論 當然今天我們增加了產業類別之後 我們的就業機會當然會有一個 往更多 就是會有更多的程度 所以你方沒有辦法 你方沒有要告訴我們 到底入資會願意來這麼狹小的台灣 怎麼沒有市場的這個 目前就已經有入資來台了 對 你方沒有辦法進一步開放會有更多 沒關係 但我們來再繼續看 跟我方看一下 這個是中興大學女學校的 應用經濟學系的教授 陳吉仲我知道 他是副教授 來跟我方看一下 他說服務業是一個面對面的產業 那因為大陸跟我們有相同的文化跟語聯 所以他們更容易在服務業的競爭上取代我們 所以你方剛是不是只講了 入資來台會創造他們那個公司的就業機會 有沒有考量被取代的時候 我們失去的就業機會 這方便喔 你方知道根據大陸 就是大陸人民來台投資辦法 其實就是大陸地區那邊如果要來台灣的話 他必須不用台灣的員工 我方沒有否認 我方沒有否認 入資的公司在台會不用台灣的員工 我方問的是 入資在台之後 競爭掉的台灣公司那些台灣的員工 因此而失業的地方 所以方便會不會競爭掉我們之後才活生 方不是舉證了嗎 這邊他就講 大陸特別容易取代我們的服務業 因為他們跟我們話語 第一個是他如果要取代我們的產業的話 他必須要提供比較幽默的薪資去 不用台灣的薪資 不用台灣的薪資 我們再來看一方這個縮權 中金院可以讓我們去大陸投資給賺121的那份資料 是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這份 這個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他在針對這個統計去做出了一些研究 那幫我幫他看一下他還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他的數據的最後一年是2006年 可是2007年開始就我們有很多的開放很多政策 以及金融風暴貿易跟失業的這些數據 他完全沒有考量進去的問題 可是他同時 對方便有他同時也沒有考慮到2008年之後 對大陸開放 對大陸市場開放之後 依然會有一些經濟利 這些也都沒有考慮 會有什麼經濟利益法論證嗎 對方便有幫我幫他看一下 你放心告訴我說這個給你講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這樣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是金融風暴跟失業數據 這些都是負面的數據影響 有沒有正面影響你幫他舉證 第二個問題是你看喔 他說這個採用的模型的方程是 沒有任何跟服務業相關的參數 他本來是拿來做製造業的模型 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 我方這裡其實也有一份資料 告訴我 就是中經院後來也自我 自我反省的時候 可能有些 好 那個 我方可以等一下深入的時候 你可以先解釋內容 好我先解釋內容 就是其實後來我們 中經院也自己 反省過 後來有另外一份評估報告 另外一份評估報告的結果 他不是那一份 他那一份就不能用 他信得很多 好 那一份資料手指出 他評估報告的結果 GDP成長應該是 原本中經院報告的 散到為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舉出了這麼多 明明就不合理 應該要更低 甚至可能會賠錢的 他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他完全不是 因為他完全不是 要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馬上在這邊出去 林方待會再解釋 進步來看 林方剛開始的時候 試圖告訴我們 大陸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環境 都沒有後方看一下 全世界都在跟大陸的資料 來 這是這個 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得主 他說 這個 國債只要達到1.5倍的GDP 就很危險了 但是大陸已經達到了2.7倍的GDP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危險 容易崩潰的 經濟很危險的市場 為什麼這樣的市場 你發生股幣海商去那邊投資 去那邊可能會受到這個瘋狂牌的影響 我方認為 現在就是 全世界就是 中國的 中國的服務業還沒有 謝謝多位 請反方一變上台聲論 全世界各自然的地位 不崩潰的機能 不崩潰的機能 我覺得非常緊張 很緊張 至少 最重要的 為一個 反方一变上台升任 各位好,昨天現在檢證對他方論證立大有畢的立場 先從台灣的這個地方,錄製可以進來來看 剛剛沒有告訴我們說,ECFA的承諾和ECFA的找錯清攤 是我們錄製來台的一個主要的利益目標 可是對方是不是可想過,ECFA才來評估的時候 另一年提出的六項預估,至今仍然都是跳票 都沒有如何承諾在服務貿易協定的這個東西 它可以跟ECFA有所不同,不管是GDP承諾也好 外資來台也好,關稅降低也好 這些東西ECFA沒有一項做得到 那為什麼服務貿易可以比以前來的更好 這個地方都沒有鮮豔論證上就有錯誤 再來往下,都沒有從ECFA論證告訴我們說 整體而言人才可以增加 從這個地方新聞稿上面,很多政府提出的資料 大家都有簡證的空間 例如,Mirter提照說,以東一作義來看 大陸來台的210人之後 創造了6711個工作機會 這個地方完全只是文字遊戲 實際上的僱用人口就是6771 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整體而言,根本沒有變化 這個地方對方沒有出貨論者不成立 往下再看,後面的案子更可怕 後面告訴我們說,ECFA來台的十大企業 陸資來台投資越多 反而那些企業台灣雇用的員工減少越多 因為跨國賓購常常伴隨的是去裁品原本 該國國家的編輯勞工 實際台灣不能全扣這編輯勞工的權益根本沒受保證 以頂心批團為例,在大陸投資了之後 事後的員工人數比起先前還來得更少 所以整體而言工作的協會,我反而認為這是一個厲害 更進一步來講,根據林向凱教授去做的研究或是提過的報告 以經濟學家克魯曼前生所提出的核心編輯理論告訴我們說 以小的經濟體跟大的經濟體本身去有互動往來跟去有交互關係 對於小的經濟體來說就是一項厲害 不管是以人才流失來看,不管是以貧富差距來看 以香港跟中國CEPP為先例 跟中國打交道跟中國貿易本身就存在了厲害 再往下看我方的數據資料 在致近跟中國貿易到現在 台灣人口的可支配所得足足減少了40% 這對於台灣而言絕對不是一項好處 再來我們來看去中國的部分 對方沒有樂觀的相信開放中國的貿易市場必然是個利益 可是我們也要去想想,樂觀的評估中國的商機 同時也會帶來很多錯誤的投資 中國具有共產發展的專制社財 具有李當領政的人資背景 強調國有企業的保護主義 可以為了政黨高層的利益,為了企業的生存來犧牲外商 政令反覆異變動輒取消優惠措施 原本說好要給你30年的土地使用權 到現在翻臉不認了就是不給你 舉台商蔡高德先生為例 1993年他到了北京去設立腳踏車公司 前後有六個部長的保證還有江澤民的鼓勵 可以讓你省產讓你販賣 殊不知在投資了1000萬元美金之後 北京的當局去禁止所有的市民騎自行車上入市的蔡先生寫本無謂 就算有些人或許幸運有辦法在那個地方賺到大法人民幣 然而政府或者是官員舉動的小手腳也會讓你想辦法虧損 例如北京的星光天地案 原本當局就是利用了黑道去奪走公司的經營權 使得他虧損 除此之外 職員勾結銀行法官問照文件 甚至公安違法拘禁的案子居居可見 根據統計只有十分期的台商附了大陸之後有辦法撞到錢 其他不是被坑殺 就是受到肅大招風招的迫害 除了人質社會的風險之外 中國本身經濟危險的體質更讓台商附中國的投資充滿了風險 中國的負債額過高 剛剛我方二斌也確實跟大家提醒 國際風險大師鄧特認為 高過於1.5倍的負債額都相當危險 因為國民的生產毛額稱不起國家的負債 恐怖上美國次貸危機的後塵 然而中國的負債總額已經高達2.7倍 隨時都有崩盤的可能 北京清大教授李道肺教授便表示 政府在地方政府要嘛會破產導致銀行的呆帳危機 要嘛就會落印更多的鈔票去導致惡性的痛痛 經濟學家賢朗平也說 現在的中國存在的惡性 投資環境惡化或者是產能過剩的兩大危機 恐怕相當在2015年的時候經濟崩盤 耶路大學的經濟學校更表示 未來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概率大概是99% 一旦房價崩盤 中國的經濟將千億法合同全身 整個投資中國的台商將無法全身而退 或許成都對方沒有所言 短期之內我們排商有辦法再過去 中國的時候享受到一些市場上的利益 然而長期來說 這種不透明不安全不穩定的市場 絕對是一項必大與地的投資標的 退一個層次 就算能帶來經濟利益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校得主史蒂格里茲表示 國家利益應該有優於商業的利益 所以單而這樣子的想法卻有違 現代典型貿易協定的想法 先屬服務貿易協定將增加我國對中國的貿易依存 來增加已金儲統的風險 現今兩萬貿易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對中國的單向依賴 中國對台灣的依賴程度僅近2.5% 比起台灣足足低了16倍 根據政治經濟學家Freshman的研究 德國在第三帝國時期使用了浪力分策 讓周遭鄰近的小國對他增加單邊依賴 此舉將大大影響鄰近小國的政治主權 中研院的副研究員便提到了 保加利亞與德國的經貿關係就像現在的兩岸關係 而在二戰時期便是因為兩國之間不對等的依賴 使得保加利亞必須直接加入德國陣營遭到吞併 而除此之外 除了政治跟經濟上的影響 現今服務貿易協定在於審查一定的過程中存在了許多悲端 不管是公聽會在舉辦的時間或是進行的邀約上 都有許多的瑕疵 在程序之中都有提到諸多的問題 亦或是沒有透過現今一個合理完整正當的法律來進行監督 使得當前黑鄉的服貌欠缺民主正當性 我方認為這項民主倒退的政策 必然是一項必然的政治 謝謝大家 請正方三面上台質詢 謝謝大家 各位通貝歐您好 通貝歐您好 通貝歐首先確認一下林方論點 林方首先是認為說 先對我方進行一些反駁 就例如說在那個所謂的就業 就是入資來台投資的這個部分 沒錯 通貝歐那在接下來 林方是認為說 核心邊垂理論會讓小國 在跟大國簽訂貿易協議 或是任何協議的時候受害對不對 對 通貝歐接下來林方是認為說 大陸的這個國債有問題 它可能會有泡沫化的風險 通貝歐太快了 事先我方先提到的是 台商附大陸投資的部分 因為大陸的環境不佳 環境不佳 環境不佳兩塊 一塊是那個地方的發車環境不好 另外一塊才是經濟環境不好 好是 總之這兩塊的論點 最後總結起來是告訴我們說 今天付大陸的投資環境已經不如以往 不如以往 我方便要認證 不如以往 方便要認證去投資會虧欠 確認這個 通貝歐 接下來最後林方是認為說 所謂的國家利益必須要建築在這個 比起經濟力還要更高對不對 對 好 東北有請問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還有 就是我方剛剛提到 國家利益跟經濟力的這個地方 論證的重點在於是 簽訂服務貿易協定 亦或者是跟中國大陸簽訂更多的貿易協定 將會增加我們國家主權上市的可能 重點在上市出去 這我們等一下再投了 再下一個層次是 我方認為現今服務貿易協定這個貿易政策 亦或者是作為台灣的一個政策 它本身是一個不民主的政策 好東北有來 沒關係東北有 好我們確認到這裏還有什麼要問 應該沒有 總共三個層次不用 好沒關係 好東北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林方對我方的質疑 林方剛認為說什麼 ECFA這個評估它曾經跳票過 對 對 東北有什麼資料在哪裡 等我一下 好東北有那我繼續問下去 東北有 所謂ECFA評估是不是 ECFA是不是有包含服務貿易協議 跟貨貿易協議跟投保協議 我們講的應該是 東北有講的應該是早收清單 他原本是用在 東北有林方資料 等我一下 你剛剛講 東北有 如果今天東北有他們指出的 就是這個東西是整個服務貿易的評估 那現在當然沒辦法生效 原因是因為服務貿易跟貨貿易協議 根本還沒有生效 當然不是 我們講的是他三年內要期限的那個效果 要提出那個早收清單 本來是預計要在這個時候要簽訂好 那這個效應 因為現在服務貿易協議的延大 所以看不到 東北有所以這也不是評估的問題 東北有我方提的就是 他是三年內就要回收的效果 就是2013年後回收的效果 東北有還是有帶林方的資料 好 東北有我繼續問下去好不好 可能等林方後辯次再提出好不好 好不好意思 好東北有 接下來我想請問林方一下 林方認為說 所謂的國債過高會導致泡沫化的問題 東北有請問這個資料在哪裡 可以跟我說一下 東北有 因為一個國家要泡沫化的時候 他原則上要符合四大要求 第一個就是二三線的房價 他們要暴跌 開始暴跌 但是問題是我們今天看到 中國二三線房價的確有在跌 但是不是因為這個 因為經濟崩潰的暴跌 而是因為政府有意識的在打房 然後再來的話 東北有林方要指出的是說 今天如果要泡沫化的話 他有非常多 例如說像那個 基本的市場的一些萎縮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以那個 東北有林方剛舉中心的教授 我現在也舉台大的教授 台大的教授 正大的教授 他們也是講說 其實目前台灣的那個經濟是在 就是大陸的那個經濟的內需還是在穩定穩健 只是成長比較緩慢的 所以林方講的那個泡沫化現象 即使林方論這一份之後 另外幾個現象都沒有告訴我們 林方這個地方回點錯誤 林方回點錯誤 我方小子所講的 國債過高不是要提泡沫化 而是要講的是 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 撐不起他的活債 撐不起他的還款能力 這個消費的話沒有關聯 東北有所謂的經濟崩潰是怎麼意思 林方剛沒有提 林方剛才就是草率的丟給我們說 啊這個國債過高會經濟崩潰 我方剛才說的說 有一個舉證 東北舉證是國際風險大使鄧特認為 1.5倍的國債 高過於GDP 1.5倍的國債 因為國家的國民生產 撐不起國家的支出 因此會沒有辦法 因此會國家剛解釋 然後這個地方是ECFA六大預期票票的資料 第一個預期是講說 國家的台灣在中國的進口市場 能夠排擠日韓 然後我們在中國的進口 已經是現在是下降了 這份資料其實我方也有 他是北大教授 教授我們突發講出來的 而不是基本終結 都沒有關係 那那份教授他是在講 那個教授就是講ECFA他的預期 東北那林方知道他的第二點假設是什麼嗎 東北這不是假設 這是實質的 東北他第二點數據 東北他評估的第二點假設 就是當初ECFA在評估的時候 那份評估報告 他所謂的第二個模型 林方先拿資料出來 再跟我方進行對檢證 對檢證 東北那我先看一下林方的資料 林方資料是告訴我們說 ECFA這件事情 林方說他是找收清單的預期 預期效益在哪裡都沒有拿優先 都沒有因為原則上三年內 本來照我來講 福茂可能已經要簽了 但是因為現在有延長 所以那很棒 原來預期ECFA簽訂滿三週年的時候 要得到的經濟利益 原來預期的原因是因為 福茂本來照我來講 這個進程應該要提前 是因為他現在被卡太久 不然這個東西如果現在通過的話 可能就已經可以達到預期效益了 那沒關係 我方還是 就算預期失效的資料沒有用 我方還是有其他的資料來論 我方有其他資料在哪裡 比方說這個地方 跨國企業的併購常常帶來財源 東北我這個東西跳點 林方剛剛是在講ECFA這個東西 他預期帶來的效益不足 我方論這個地方是 入資來台會帶來的避憾 我們剛剛在討論是 總體經濟上面的到底有沒有好處 林方不要跳點 因為林方質疑我總體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我用單點 我方剛也提出我們的好處在哪裡 沒有 海上電視 林方不要 請正方二變上台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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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比賽吸引到這裡 然後看一下反方對於我們正方 到底有哪些質疑 那我們一一來做回憶 首先他們認為我們的所謂的 中經院評估模型其實是有錯誤 但是我們剛才在EB的時候也承認 就是中經院他認為拿的資料的確是比較舊的 但是這裡中經院他自己又提出了一份資料告訴我們說 他的確是拿比較舊的資料 但是他後來又講 但是2008年後面開放入資投資 之後直航以及路克來台的這些措施 並會納入所謂的 就是納入所謂的評估檔中 所以他這份評估 他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所謂的那個GDP 因為是用舊資料 但是用這個 就因為這些東西沒有進入評估 所以這些原本的GDP應該是 所以現在應該評估的GDP應該是 那一份原本舊的統計資料的3到5倍 這就是他們中經院自己做出了另外一份評估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認為就是所謂就是 國債過高會產生就是 所謂經濟崩盤的這個原因 但是我方不清楚為什麼 國債過高就會產生所謂經濟崩盤 都沒有指導說我們說 諾貝爾經濟獎德書告訴我們說 國債大於1.5倍會產生所謂的危機 但是我方不清楚 這中間的原因就實質 他到底是怎樣是推論到 就是大陸其實他的 就是所謂的經濟會完全瓦解 所以我方不清楚 就是有該地方沒有提出下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剛才提出的就是所謂 那個模式 就是A核檔還原本要打到 所謂六項的承諾 其實現況下沒有打到的原因 其實我方也解釋了 就是因為現況下 我們認為原本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前 就應該通過 但是沒有通過 所以導致那些原本要打到承諾 沒有打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承諾現在點到 所以他們提出的那份公益 並不代表就是說 現況下那個A核檔 他實質的利益其實是沒有打到 所以好 再接下來我方繼續提出就是 其實那個 他們認為大陸經濟會 他們認為大陸其實是一個 不好投資環境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他們認為就是 就認為他們認為就是大陸 他們可能會有所謂的通貨膨脹 或是他們認為 就是他們是一個人事社會 但是根據我方這裡 一個政大教授提出的資料 他告訴我們說 其實中國大陸他現在通貨膨脹 控制得宜 就是這裡有份資料告訴我們說 其實大陸現況下 他的通貨膨脹是控制得宜的 所以在通貨膨脹這個 這個論點上面 其實我方不清楚就都沒有質疑 就是大陸通貨膨脹到底有什麼關係 再來就是他們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大陸這個東西 到底他們經濟會崩盤原因在哪裡 因為在我方剛才聽到 他們舉出了就是 國債過高或是通貨膨脹 這兩個點來做論述 但這兩個點我方認為 我方其實都有回應他們 就是說其實通貨膨脹已經有控制 那國債到底會產生什麼 就是問題 就是有待斷變 我告訴我們實質上會產生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 就是我方想告訴大家說 就是我方 所以在這個討論完之前 就在我方一變勝任的那些 我不管是金銅業 或是所謂的電子商務業 對於這些第一 對方變化好像沒有提出任何的攻擊 所以假設就是 對方變化所說的那些 就是比如說大陸他的 投資環境不好的東西 其實是不存在的狀況下 我方變化我方一變勝任的其實第一 對方變化並沒有對我方提出任何的質疑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方的一變勝任那些金銅業 或是服務業上面 其實是有利益的 好再來就是處理 就是他們對於我 就是所謂這個 大陸來台灣 就其實會減少 就是所謂工作 台灣工作機會 這個原因 可是剛才就是Rumbell也質詢問我們說 其實這也很奇怪 就是他告訴我們說 大陸真的會來台灣嗎 那大陸真的會來台灣 我方也不清楚 到底會不會來台灣 那到不會來台灣的話 就不會產生 就是所謂 他們想告訴我們問題 就是會排擠 就是台灣員工 但我方很不清楚一點 就算大陸真的來台灣 那到底為什麼會排擠台灣員工 就算他要排擠台灣員工 他也要必須先把原本台灣的這些企業先打掛 就打趴之後他才有可能取代台灣 那如何打掛台灣的企業 那我方不清楚 這裡打掛台灣企業 他們的論證到底在哪裡 我方可能想像 可能合理想像 如果他打掛台灣企業的話 那他一定要提出比台灣企業 還要更好的薪資來吸引就是台灣員工 畢竟他們來台灣一定要用 比原本的台灣企業還好的條件 才造得到所謂台灣員工 來為他們工作 那我方不清楚這裡到底會對台灣員工造成所謂 對台灣的就業市場到底帶來什麼所謂的避害 我方不清楚 所以就是 其實 對我們現在提出的幾點就是論述 不管是大陸的風險太高 或是說他們大陸來台灣會排擠到我 就業市場 這兩點的攻擊 其實我方不清楚 他們論證到底在哪裡 所以希望下個片次 上來之後會提出有的證據 我們建議考慮 謝謝大家 請反方三遍上台質詢 各位好 專門您好 先討論一下投資環境的問題 您方認為大陸投資環境是不錯的 您方的舉證是什麼 就是我方這裡有一份政大教授 這樣告訴我們說 就是他們 你們說的就是大陸其實通貨膨脹很嚴重 我方有說大陸通貨膨脹嗎 有 什麼時候 一邊真的是什麼 來看一下我們這份資料 這是風險大使鄧特所說的 他說中國銀行銀行的販款而已 高達GDP的1.8倍還在持續成長中 現在已經達到了2.77倍 這是負債 國債 對對對 那這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方其實不清楚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你有回應嗎 我方就是 我方不知道這會產生什麼 好你沒有回應 所以你沒有回應嗎 那我們來看看他說什麼 他說影子銀行債務升高 代表政府已經失去控制 一旦崩盤將像美國次貸一樣 也就是說國債升高 高達你GDP的2.7倍 你還不起錢了 你政府就只能破產 是這個意思 誰還不起 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都很還不起錢 所以是銀行向國家放款 對 那請問你有什麼疑問嗎 好的 再看另外一個資料 這裡是美國高盛銀行的資料 他說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高盛銀行 他們大量的撤資離開了中國 還有那個美國美洲銀行 他們都因為覺得 中國的投資環境不佳 而退出了中國市場 那這裡另外一份資料 則是 中國中央銀行自己的統計 他說去年的光六七兩個月 就已經數千億人民幣的資金流出了中國 這也是擔憂中國經濟成長不佳 那第二部我想請問的是 您方一直討論說 中國服務業前景還有成長的空間 可是當整體中國的環境已經不好的時候 您方為什麼認為還一定能賺錢呢 東北洋就是整體中國這個 東北洋你告訴我說 有數千億的資金流出中國 這不代表說中國沒有成長空間 我前面舉證 我這兩個層次舉證 先舉證告訴你說 它的負債過高 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撤資是 他們也覺得這不好 但是我方想說 就是服務業其實 我方也舉證告訴我說 服務業其實它有成長空間 那服務業跟就整體的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關係 就是 我想可能沒有關係 那你們繼續討論吧 那我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你方說 今天大陸資金來台灣 都可能僱用很多員工 你說有九千六百二十四位員工 這其實是今年一月嗎 對不對 對 那我方的質疑並不是說 一定會導致排擠 我方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來了 如果只是擠掉另外一家企業 然後僱用一模一樣的員工 他們有增加就業機會嗎 對不對 沒有增加 但是我方剛才提出就是 如果他要僱用台灣員工的話 那勢必要先把台灣企業那些員工 挖腳過去 那怎麼樣挖腳 挖腳當然就是提出更高薪水 那我方不清楚 他們覺得有資料舉證嗎 我方沒有資料舉證 但是我方可以整理推論 其實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來台灣的話 那為什麼台灣 我方沒有我跟妳說 今天我有兩家企業 那我是員工嘛 對不對 對 那如果有兩家企業競爭 出高薪的我去比較高興的企業 這是你方有想法對不對 對 那假設是 原本的一家企業被競爭垮了 那只剩下一家 那你不用再提高更高 那你要先告訴我說 他要把原本的產業競爭垮 好 那我們來舉證 那我來看一下 這是陸資並購頂心金屬案 他解過了41位本國勞工 另外一個是陸資設立了環洪科技 並購環洪電器的營業基資產 台灣的員工又採了上千人 這兩個案例是不是都是 陸資打垮了原本的台灣企業之後 反而還裁員了 我方還沒有論證到裁員 我方只是說 有些的會裁員 有些的可能不一樣 那你如何 你沒辦法增加 方妙你方舉出的資料其實是 其實跟服務業沒有關係 當然啊服務業還沒開啊 對 那所以呢 所以我方 你方舉的這9625元 跟服務業沒有關係 方妙你方告訴我 我確認一下 方妙說 可能帶來的資金 現在帶來的工作機會 現在服務業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方才講說 方妙你方答不對 答不對 答不對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評估的資料 內容都不是服務業 方妙你可以告訴一下 他們打開台灣氣味 原因在哪 他直接并購 資金并購 資金并購 資金并購這個東西 可以用在服務業上面 為什麼不行 方妙因為服務業 而且資金并購 他是因為瑕疵資本很大 所以可以把台灣的服務業并購 但是我方不清楚 服務業這東西 在并購上面 到底對 就是他有沒有并購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 不管是資料業服務業 資金并購就是拿錢去買它 請問有什麼 不然是你幫我舉證告訴我說 為什麼 這些資料業會被并購 而服務業有什麼 特殊性不能被并購 這是正方的舉證責任吧 好 我告訴你 服務業其實 他不會被并購 原因是因為 他服務業其實原本就有競爭力 那他有沒有被并購 其實沒有關係 有競爭力跟沒競爭力 他會不會被并購 是兩回事 你的資金資本而沒那麼大 你就算有競爭力 那本來是更想要來并購你而已 這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我方有討論到 你跟中國做市場 除了經濟方面的問題之外 你還會因為經濟的單方面 依賴導致 政治上面受到影響 你方在這裡有何回應嗎 我方認為 就是這原本就會 這我方 那本來就會 對 在這個被影響之後 他們是一個不重視法制 人質社會 以黨領政的國家 我們的企業可能會受損 我們的政治主義會喪失 你方也都不反駁對吧 我方認為 這其實跟有沒有前提服務貿 其實沒有直接相關的影響 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服務貿是不是表示 我們要跟大陸更加自由來往 對 謝謝 請反方二變上台聲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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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整體一下工法 首先討論這個來台灣投資的部分 到底不會有好處的部分 首先這點是正方先提出 比如說他們覺得有陸資來台 送到就業機會是個另一 我方只指一分兩點 第一點是 陸資不會有醫院來台 第二點是 這個即使來了 他也會因此 讓我們減少一點就業機會 所以這邊很難說到底 就業機會影響是真的 所以如果 剛剛被我剛剛的回法是說 你們也覺得不會有陸資來台 所以 不用擔心背景這個問題的話 那很好 那我就不要再討論陸資來台的部分 既然雙邊都認為不會有醫院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什麼 就是 附大陸投資的部分到底是好是壞 首先我們先來討論剛剛 炒很久 中金月那份資料 這邊的順序是這樣 都要被我取了一份 中金月的資料 告訴我們可以轉移來 21台幣 我方只一分兩點 第一點是 它有很多金融風暴 跟失業的負面影響 沒有評估進去 所以可能一家經驗都會變得酷了 第二點是 它的模型本身 不是拿來對付業去進行模型評估 而是資料去進行評估 好 接下來看都要被我對付 兩點的回應是什麼 他們對於第一點的回應是 其實中金月發現這個有缺漏 不過他們宣露的是什麼 有一些更好的商機的評估 沒有被納入進去 沒有錯 我知道可以納入這個 有正面的影響 可是根本還是沒有回答 我們那負面的影響 納入進去之後 到底會不會轉啊 第二點是 對於它不是服務業的這個模型 都被我完全沒有回答 這個不是說 所以不是服務業的模型 可能會有一點落差 或是可能會高伏 而是 這就跟我直接直台子 決定服貿會轉還是會配 完全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因為那個參數 跟我們要討論的參數 一點都沒有關係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份資料裝備還沒有進一步的 或是解釋我們的問題 好 接著來講 對於這個 我們對於大陸環境 我覺得說環境機會 會有問題 我們的講法一直都是 它的這個國債 要達到2.7倍的GDP 已經超過了這個大師認為說 1.5倍就是已經很高風險的情況 好 所以都要沒有的講法是什麼 都要沒有的講法就是一些 那泡沫貨啊 那房貸啊 這些東西其實沒有問題 現在很好 沒有錯 這是跟我剛才講的東西不一樣 我剛才講的 從頭到尤其這些負債 會導致這些銀行出走 因為它會把這個金融業拖垮 還不了錢 那進而影響我們去投資的金融業 以及影響其他這些產業 就是它環境的問題 跟裝備有所指的那些工法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這邊裝備有還沒有回應 到底大陸投資環境的問題 裝備有怎麼解決 好 第二點大陸投資的問題 其實我們認為人生會不會被坑殺 去那邊可能會不會被法律 會不會被跳跳 會不會他們這個 直接黑到白到這個 來幫你這個並吞 那我們也舉證說 這樣的成功幾率其實是很低的 台商就只有十分低的幾率會成功 所以都要沒有對於這邊 完全也沒有回應 他們也沒有試圖要解釋說 這不是個問題 或者說它有什麼方法來不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去大陸的部分 投資環境差 第一點經濟環境差 都要沒有回應 第二點是 法治環境差 都要沒有回應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去大陸投資到底會不會賺錢 我們這邊都要沒有折 而我們真的會有多的抵抬 好 第一步來看 先撇開經濟部分的層面來不談 我發現另外一個講的更重要 是政治層面的問題 在我們跟這樣大陸這個貿易 越來越緊密 越來越有這個 會有交易的這個情況下 會導致我們對於大陸的貿易 預存度提高 好 那大家可能會想 就是貿易預存度的提高 是不是代表說 你有賺錢 所以才會被貿易預存度的提高呢 所以是不是其實 用經濟換政治好像也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邊要先理清一個概念 就是貿易存度跟有沒有賺錢 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就算你是賠錢 也會被算入貿易存度的這個 裡面的額度 所以即便是電動機而言是賠錢 你的貿易存度比較會提高 舉例而言我們講 那個被坑的台商的腳踏車 他在買腳踏車的時候 這邊就有一筆交易 雖然他後來是賠錢的 但是他這個交易還是會被算在貿易存度裡面 或者說這個星光漢他被併吞了 但是他在買這個股權的時候 這個交易也會被算在貿易存度裡面 所以經濟跟政治層面 這邊應該是要看看 即便經濟沒有賺錢 這個政治的已經出統的風險 單邊依賴的問題一樣會更加深 好 經過來看這個加深 這個問題加深這個已經出統的政治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不要講到這麼極端說 可能會有個統一的風險 我們輕微的一點來講 我們的政策上面就會更影響了 舉例而言 像這個日本之前在跟大陸爭 這個釣魚台的案件的時候 為了這個石油的經濟利益 可是那時候後來日本退到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認為 原因是因為大陸掌控了日本 稀土的這麼重要的一個來源 所以他們為了這個經濟利益 必須放棄石油的經濟利益 所以我方要講一次 當我們的政策不在自己國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夠 僅僅只為了台灣的國民的利益 和平安的不分量 我們還必須要務遇的是 但是在我們大陸的時候 會不會因此背後 從我們一刀 所以我們可能要退讓一點 就是 好啦 那我們這個台灣的人民 就有吃點灰 那我們這個 為了大陸輕輕一點著想 好 這就是我們政策會因此而被 這個 隱基礎筒上面的影響 所導致的利益 必須要被承擔了 再以另外一個 因此而言 我們知道這個 東東之前曾經的 他的石油為了 原因是因為他們擔控石油的來源 那也因為之前的這個關係 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 被迫要去配合這個中東國家 導致他們本身這個 美國國民的經濟禮品質的受損 這就是我幫他舉例告訴大家的是 就算你經濟沒有賺錢 你增加這個已經不同的風險 就是一個實質單單 必須要承擔的比牌 好 所以我幫任何畢達人 謝謝大家 請政方依便上台質詢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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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方的邏輯分成兩塊,一個是依存度太高的話,對我國可能會有傷害 另外一個是您方提出,台灣身為一個比較變成的經濟體,跟大國簽訂服務協定是會有不利的,這是您方的邏輯 會不利的部分,再講的是經濟部分會不會影響,我們可能會一直失婚 那先確認您方的立場就好,所以請問您方一個問題,在您方這樣子的立場底下,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台灣不要跟中國也不要跟韓國、日本這些,在您方屬於核心經濟體這些人簽訂 跟他們簽訂都會有這個,我方上述所講的問題沒有錯,可是我方特別講,大陸不一樣的地方,他們環境特別差 他們人生社會特別困難,所以您方特別不一樣,所以我們再進行,我們先確認一點,我們不會因為會考量 對,但是我還是不會因為這種簡單因素,就不跟核心經濟體簽譜,FTA 我們再來討論,就是您方所說的中國的特殊性 對方,您方剛才可能提出一些,比如說,剛才我好像提到,您方有提出什麼收購什麼 就是一些台商,台商在賣腳踏車的 好,對方便有,您方知道這些案件,這些案件的發生,都是在投保協議簽訂以前發生的 投保協議改了什麼? 額,對方便有,我方這邊有資料,就是提出說,在去年 額,好,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在去年投保協議簽訂之後 額,就是因為FTA已經有一些早熟悉案通過了嘛 之後有一些服務貿易協定就是產生一些爭議 發生了84件,就是有84個案件,我們就已經解決了17件 對方便有,我才簽訂一年,我們就可以解決了,就是四分,將近四分之一以上的這個案件 對方便有,跟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便有,這個是,就是你們剛剛說,對你以前的一個協議 就是因為這個配合的服務貿 對方便有,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所有去台商投資,我們無限於這個服務貿的部分 那,他說,這幾年來一共累積了兩萬八千件 對方便有,兩萬八千件是十年來累積的案件 是投保協議以前十年累積的案件 所以我要講,是他們的解決一種差 就是,他們這個報道 不對,這方便有 投保協議是從去年簽訂的 老兵方值了兩萬八千,是十年以來累積的案件 但是我們要討論的是 從投保協議簽訂之後,一年內84件就解決了17件 而且有些案件可能是前幾個月才沒有讓我解釋 我們要簽訂的這個協議本來就是,我們會有不同的貿易的族群或是對象 或是簽訂很多跟大陸不同的協議 我方便告訴你的是,在整體而言 他們簽的這個協議都不太實施 你方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呢 特地因為我方已經告訴你 希望沒有,我方已經告訴你,八十四件已經解決的事件 沒關係,我們先進一下,還是我們再看下一份資料 沒關係,你方便有想回答 讓我回答,讓我繼續問一下 對方便有,再根據你方就是一純度的地方跟進行談論 對方便有,你方認為說今天身為一個企業,他應該要分散風險 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對不對 所以你方覺得一純度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對不對 我方重點是要強調說,這個大陸是一個特別可怕的籃子 對方便有,你方只要回答我,就是你方的概念大概是 都有 好,那對方便有,今天企業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可能就是他有能力去佈局全球市場的這種企業 對方便有,像這種企業他本來就會把雞蛋放在不同的國家 我們今天只是把中國大陸的門檻降低而已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就雞蛋有沒有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其實不會造成什麼 對方便有,如果你降低了這個門檻放 去讓他那邊賠了更多錢的話 我方便覺得這個問題 好,對方便有,那我們這部分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來清醒第二塊 第二塊,對方便有,第二種企業他可能是 他還在台灣自己的市場裡面 那他只能把雞蛋放在台灣這個市場 而沒有辦法到其他國家去進行投資 那我們今天降低了就是大陸的這個門檻 那我們知道大陸與台灣之間有一些服務業的同質性 然後我們經過服務貿易之後 我們將這些服務貿易的這些產品 是不是就可以協助他 就是把雞蛋同時貿易 為什麼他不能去其他國家就可以去大陸 東方便有,因為我幫這邊等一下 可能也可以提出資格 這不是有什麼跟他們說 你們說其實台灣目前很多的服務業都卡在台灣這個地方裡面 然後出國 發揮的問題是為什麼他不能去國外就可以去大陸 因為東方便有,因為美國那些 美國或是中南美洲那些的服務業其實他是區域比較完善 而不像中國他現在還在 我方一邊也告訴你 他是處於一個高度發展的一個趨勢 而且還沒有飽和 所以我們應該要現在進去卡位不是嗎 可是你剛剛講應該是說他的能力不足以讓他出國去補局 他想要幹嘛 跟那個市場有什麼問題 好,東方便有,因為 東方便有,可是這是我的詢勢 我是好,再回答你的問題 好,那好,沒關係,東方便有呢 對,東方便有,東方剛才提出了一個經濟泡沫 東方從頭到尾一直在太高 是是是,金融會 那我方想要東方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實力告訴我 就是中國大陸那邊 比如說東方說那邊的經濟有問題 那像我方一邊也提出了電子商務業或是電腦服務業 這些在大陸那邊經濟受到影響的時候 它仍然是一個廣大的市場 這個時候對這些 參與到底不否任何商機 但我方要講的就是他也有危機 他也有可能會打 這要進行真正的教導 請台上面試停止發言 請正方單便上台聲論 謝謝大家 各位好 今天比賽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來進行一些這趟比賽整理 今天對我們來看一下 多方便偶今天的辯題要成功論證 所謂的避害比起利益還要來的大 才有辦法論證命題 同樣的我方也去付舉證責任 那今天多方便偶他們怎麼去論證這個命題呢 他們剛開始跟我們進行一些攻擊 告訴我們說我們中經院的評估也許不那麼準 或是說大陸現在是個危險的市場 還有就是說他們可能會對我們有政治的風險 那我們用這三個方面來檢視一下 多方便偶他們這件事情有沒有辦法論證成功 第一個部分他們認為說我們評估有問題 多方便偶我們也回應告訴多方便偶他們提出來有一份資料 說什麼三年內的評估可以賺到多少錢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要在服務貿易順利的走完 因為照理一下這年限 服務貿易已經該簽約完成了 或是說有些早工期待其他限制已經開放了 但是今天就是因為卡在服貿或是卡在貨貿 談判上面觸交 所以才沒辦法達成那樣擇三年的預期利益 所以多方便偶不可能用那份資料來論證告訴我們說我們資料就出錯了 接下來多方便偶提出了質疑告訴我們說 在我們中經院的評估是舊的 是用2006年的資料 我方也告訴多方便偶說 沒關係中經院因為事後做有反省 多方便偶他們說也很強勢地問我們說 多方便偶那我方世界上可以跟你講說 例如說在2008年之後有金融海嘯 這樣子問題 這樣子負面效益 哪裡有正面效益 那我方在後來也回應了 用那個台灣的那個WTO辦事處的那個李春教授的說法 他講法是告訴大家說 因為今天在2008年 台灣跟大陸的貿易越來越密切 而且台灣跟大陸的貿易其實它會有個加成效果的產生 所以那些東西如果都不被考慮裡面的話 其實這些會被低估 反而可以高三到五倍 截至目前為止 多方便偶沒有在下一步的資料提出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評估是有問題的 賺到錢這件事情是有儀略的 多方便偶提不出來 好接下來多方便偶他們提到第二點說 國債讓這個市場好可怕 再加上他們的法治不完全這些問題 我方要告訴多方便偶說 多方便偶法治不完全這件事情 我方也因應這件事情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簽訂了所謂的投保協議 這個投保協議就是為了要防止這些的風險的產生 再進一步 多方便偶 我方在異變的時候 申論也提出 我們其實很注重台商的安全 因為今天如果台商 他在大陸進行投資的時候 他其實常常是可能資深去那邊打拼的 今天我們把整個產業鏈都帶過去了 我們今天把這個銀行業帶過去了 讓他可以不用去跟大陸其他銀行去借款 他可以去跟台灣已經合作三四十年 已經有很多戶性基礎的銀行去做融資 或者是說 他可以藉由這些台灣的 或是台灣的產業 可以經由台灣這些貿易的那個 例如電子商務啊這些進軍到大陸市場裡面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加成效應其實是會產生的 接下來最後我們要告訴東方便 他們講的國債問題我們也要正面回應了 東方便他們講的國債問題是說 大陸是因為有一個世界的經濟大師講說 這個國債啊 只要超標的話 會產生經濟崩潰的危機 但是我從來看不到 我們只看到東方便有一句斷言說 這個國債太多會還負期會經濟崩潰 但是我們來想一下哦 大陸的銀行業有什麼特質 大陸的銀行業其實他們是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產業 某種程度上那個國有銀行全部都是政府的資產 所以對於大陸政府來講 他拿國有的銀行來可能補貼或是怎麼樣 或是先借款的時候 其實這某種程度上只是大陸政府把左手口袋的錢 拋到右手口袋 其實對東方便有沒有辦法論證說 他像其他世界因為他是主要是跟民營銀行借錢 所以會有那麼高還不請錢的風險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大陸他們政府所掌控的 所以東方便有在國債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提出更進一步的資料 或是說在其中提出更進一步更細緻的鏈結 討論說為什麼這些大陸的國家政府 或地方政府還不請錢的話 東方便有論得失敗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東方便有講 已經觸同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先想首先請問一下東方便 今天台灣跟大陸的異存度是多少 今天台灣跟大陸的異存度接近40% 東方便有在現況之下 如果已經觸同這件事情那麼可怕 為什麼現況不會產生 這東方便沒有辦法解決的 他們也沒有說 甚至當我們問挑戰他們的時候說 東方便有您方現在是要把大陸的資金全部撤出來 才不會已經觸同的問題嗎 東方便有又害怕說 不不不不 我們不會撤出這些資金 因為每個要有每個考量 東方便有這樣子周延的設計攻防的時候 背後其實體現是他們的心虛 因為他們沒辦法論真這件事情的產生 好接下來我們來討論更深一層的問題 已經觸同這件事情 東方便有他們大陸會用什麼方法 如果台灣跟大陸跟日本來講 大陸給日本西土的好處 最後讓日本在經濟上面放棄掉原油上面的好處 這一定也是日本經過他們的評估 他們認為說 大陸給予他們西土上面的好處 比起的原油好處還要來得更多 那這樣子他們才會這樣子去做 但是東方便有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給我們的好處 比起他們逼的我們政策的改變 還要賺得來還要來得多的話 東方便有什麼辦法論證告訴我們說 已經逼正這件事情會造成什麼樣的避害 甚至連以金幣陣這件事情都不會發生 好東方便有在這個地方論證失敗之後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方從頭到尾告訴大家說 我們今天希望把台灣的產業帶過去大陸 是為什麼 我們的金融業已經等了很多年了 我們金融業一直想要在那邊開放 想要那邊設立村鎮銀行 沒有辦法 我們的電子商務產業也在那邊等了很多年了 今天我們好不容易談判得到了一個 比全世界都還有待遇的時候 今天東方便有告訴我們說你不准進去 今天我們的產業還有什麼還有我們的電子遊戲業 今天我們要把審查年限從15年然後變成兩個月了 東方便有你不准進去 我們不了解東方便有為什麼這樣子利害不會比利大 謝謝各位 請反方一面上台質詢 謝謝大家 我們請 passage 在這裡 我們 Grace 在這裡 開鈻 在這裡 請 中文部長 各位 中文部長 你好 中文部長 你好 中文部長 你們習慣很差 都在寫成論的時候才跟我方要資料 那先來問 您方正的利益 是不是講金融業的賺錢 那資料在哪 中文部長 金融業來賺錢的時候 中文部長 我方剛提出 其實在二變的時候有個資訊 現在拿出來 中文部長 我方從台下傳本資料OK嗎 中文部長 像這邊 對於銀行業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開放在這邊提高參與 我知道我們比其他國家 爭取到了很大開放的上限 那能賺錢的地方在哪 中文部長 我方在傳另外一份資料下 中文部長 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不能 我們當然中文部長 我們在這邊 麻煩提出一份資料 跟大家保證說我們金融業去那邊 一定賺錢 因為沒有資料 一個個案就好 中文部長 今天金融業還沒進去 怎麼賺錢 一個老闆說有心情賺錢 中文部長 來這邊 他說福茂這些金融業 他已經想要進去 但是他說 現在富邦因為他卡在同資上限 只有19.99% 根本拿不到經營主導權 所以他們不敢進去 如果我們今天讓他拿到經營主導權的話 他可以去控制那家公司才不容易被失掉 是他現在已經在那邊投資了19.99% 中文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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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這個產業 就是因為他控制不了主導權 謝謝中文部長 因為現在我們很樂觀的評估金融業 來這邊 接下來看我方的資料 好 現在外資認為 中國整體而言 市場很差 所以 美國的 剛剛講的 把瑞士銀行出走 或是其他銀行出走 那您方怎麼判斷 對啊 對方說 您方說其他的銀行出走 也許有他商業佈局上面的考量 這可能要請您方講得更詳細一點 是因為 大陸現在投資上 都沒有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對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局長 好 來 因為中國整體而言 影子銀行負債太高 所以 中國政府的 信貸危機很高 影子銀行是什麼 就是中國政府自己底下 私底社的信貸銀行 對 就是它的國家國銀銀行 那國銀行 本來其實就是政府的資產 它本來是可以去調度 真的有問題 就是因為它存在的潛在問題 不是說政府調度 潛在問題是什麼 潛在問題是什麼 潛在問題是 我要說了對不對 沒有 潛在問題是整體而言 市場的負債 跟它實際負債不同 因此負債的利率 沒有辦法反映 實際市場的利率 所以 整體而言 那個市場 借貸市場 是一個失衡的市場 這樣你也懂嗎 東北歐 你剛剛解釋的是說 東北歐 我不是很了解你不好意思 那我再說一次 好 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 它存在了過多的負債 而不是市場實際的負債 所以它有正個 為什麼 因為跟影子銀行講的認知的一樣 就是政府口袋裡的錢 東北歐 所以他們這樣子去做 不是 沒有你想的這麼簡單 所以我現在要給你解釋 為什麼我解釋的時候 你不聽 你要用你的解釋 這個地方影子銀行的問題 我剛剛跟你講 就是它實際整體負債 跟它的利率比不上 所以它的市場 是一個供需失衡的市場 東北歐 它實際的負債 跟它的利率比不上 是指說 它賺錢的可能 不是 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市場裡面放貸 原本放100萬 應該要有利率有多少 可是現在這個利率 跟實際放貸的金額 數額是不同的 放貸的金額的 利率跟實際放貸的數額 是 沒關係 所以東北歐 理論的部分 我剛剛不跟糾纏 我剛剛只問 在實證的部分 你好好樂觀的評估中國 東北歐 我們認為它的金融業 就沒有問題 我們當外資都撤走了 好東北歐 這外資 我覺得他們可能有自己的考量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外資的撤走 就告訴大家說 我再問你想一個問題 你方覺得台灣的金融業 比其他金融業強在哪裡 東北歐 為什麼人家的金融業 覺得自己幹不來了 可是你也覺得台灣在幹得來 東北歐 我就說我不知道 他們金融業的評估是怎麼樣 在台灣的金融業 其實我們現在要在那邊設立了一種銀行 叫做村正銀行 這種銀行他們資本額很低 他們可以以快速的方法 然後東北歐重點來了 他們可以藉由本來的合作 東北歐 我要講他們的銀行在哪裡 他們可以跟本來在台灣合作的公司 進行繼續的合作 因為他們本身有互信基礎 然後加上他們彼此了解自己的操作 東北歐 東北歐 你方知道這件事情 在中國可能做不到嗎 東北歐 這個地方 當時中國銘基有意願 就是在台灣的一個企業 叫銘基 他有意願跟台灣的金融機構 去借款來解決當次的資金借口 可是中國的當局卻勸說不讓他借口 東北歐 那個時候 因為服貿這個東西還沒有衝過 東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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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投保協議有效,資料在哪? 都王貝爾,我方剛剛已經提出過一次了 您方也是一直要資料 那您方知不知道現在,我方只問反過來講 實務上受害的台商認為沒有效 都王貝爾,這資料在哪裡? 而且您方舉出的資料是告訴我們說 10年累積... 不是,不是,不是 自從去年2月到去年12月為止 沒有一個爭端解決機制是大家用的 大家都滿意的 哪有爭端解決一個案件都沒有滿意 謝謝都王貝爾 請反方三遍上台聲論 各位好,先簡單一下雙方在論證利弊判準 政方今天最討論的是從他們眼中 他們認為大陸是一個有商機的環境 所以他們開放了之後 他們評估可以去賺錢 可事實上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賺錢 其實這也是存疑的 所以政方說到底其實只說了一件事情 他認為開放讓我們有機會去賺錢 看到那個利益 而我方的質疑其實是分兩個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是 你看得到你吃不吃得到呢 那個環境你生活那麼好嗎 另外一部分則是我們在避害上的論證是 我方認為政治上面的避害 是需要跟經濟利益做比較的 我們現在在工房的部分 我方簡單用三個層次來分析經濟的部分 第一個是評估 第二個是你的環境 第三個是保障的狀況 在評估上 中央朋友在三變的時候回了很多點 卻遺漏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說的是 那個評估報告不是哪來算服務業 而是哪來算製造業的 針對這件事情 中央朋友從頭到尾沒有正面的回憶 說為什麼這個評估是可信的 而我方也舉著了 ECFA事前政府的評估是有問題的 中央朋友一直說 那個評估要包括服務、協議 是整體的評估 讓我們也沒有矩陣 所以事前的評估 究竟有沒有讓正方說那麼好 是存疑的 投資環境的部分也是 投資環境的部分 我們沒有說中國一定會倒 誰知道 我方坦承 資料的評估來看說 沒有正方想的那麼樂觀 沒有他說的會那麼賺錢 最後一個則是 就算你會賺錢 就算大家看各品本事嘛 有些人會賺 那最後是你有沒有辦法克服他的保障呢 對方沒有說爭端協議的機制去年簽了 那可以改善嗎 這裡是台商受害者協會 理事長高維邦就質疑了 這個他認為這只是政府做作樣子 十七件的處理中沒有任何一個獲得滿意的結果 像對方說的 爭端不會是每一個都滿意 但是每一個人都不滿意 這個難道也是合理的嗎 所以我方在質疑的點是 經濟上的利益 我們不是說去中國一定不會賺錢 這當然大家都知道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信心中的國家 是有賺錢的機會的 我方只是質疑利益有像正方說的那麼樂觀 那麼明顯嗎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這是我方在經濟上面想達到的效果 不知道 看個人的狀況本事 那我方在利害的部分是怎麼討論的 我方說會有已經出統的狀況 我們舉得像德國保加利亞的例子來說 在過去確實你單向依賴他人的時候 會很容易受到政治上主權的影響 對方便有的回憶只有一個 真的有這麼回事嗎 大陸我們現在依賴很少 對方便有質疑說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看大陸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從1990年大陸的文件有指出 他說在經濟交往的過程中 未來台灣的地區政治 將會出現一群和大陸就有密切關係的利益團體 他說要掌握這些利益團體 發展兩樣經貿關係促進不住 我和平統一 這是1990年的文件 而在2006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他們的統戰主委李克強就說 現實市場的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 就實現了兩岸經濟上的統一 而在經濟上的統一 為了突破這個貿易平障 大陸是可以犧牲一點錢 來掌握台灣整體投資環境的 那在戰略上他這麼設計 實際上有沒有案例 我們來看看 像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阿扁當選總統的時候 有許多台東支持陳水扁財毒的 例如長榮的許榮發 或者奇美的許文龍 但是在這些狀況之中 他們在2000年阿扁當選之後 大陸的國台辦馬上就發表聲明說 他們不歡迎這種一面仗台獨 一面要來大陸賺錢的綠色台商 於是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我們發現在2005年的時候 許文龍就表示 反分裂國家反而我心裡很踏實 那在2012年 蔡英偉要選總統的時候 張榮發就說 九二共識是一定要遵守的 我們要拒絕反對台獨 這什麼意思 意思是在2000年原本都還支持台獨 政治立場是偏綠的這些台商 在整個在大陸進軍的過程中 他們的資產在大陸也許 就像前面對方朋友所說的 在開放的過程中 他們成功成為一個佼佼者 他們在那個環境中賺錢 他們沒有賠錢 他們克服了人質社會的風險 他們打通了關係 他們在那個市場站穩了腳步 然後呢 他們成為了一個很大的籌碼 他們的肉全部都擺在政治大陸人的手中 所以說就算你在政治經濟上面克服了許多困難 終於賺到錢了 那只是讓大陸有更多的政治籌碼 來告訴你說 你今天要繼續來這裡賺錢嗎 你要來賺錢 那麼你的政治主體就必須被侵害 另一份是告訴我們說 國台辦實際上透過了過度查稅 以及不發語簽證 不讓這些台商戶大陸的方法 在實際上阻撓他們在大陸進商的過程 也就是說已經觸統不只是我方所說的 想一個可能是有實際的戰略設計 也有實際的案例發生的 那最後來說一點 前面我方要討論 但對方沒有回遺忘的點 就是我方認為 服貿是違反民主程序的 為什麼這個點很重要 因為對方沒有說 政治這種東西 你看日本為了稀土也是壞一個利益 這是你自己評估後的結果 可是誰的評估啊 究竟是誰告訴我們說 我們願意簽服貿的協議 誰說我們願意跟大陸更進一步 是誰 不知道 我方要質疑的是 在這整個程序當中 需要做的 除了經濟的考量之外 我們都相信 有商機是需要去爭取的 但進一步是 我們要來評估 我願不願意去爭取 這不只是你個人 台上去大陸會賺會賠的問題 你在那裡會賺會賠 還會影響到 剩下在台灣這些人 我們的主權 我們的政治立場 我們的意識 而這些問題我方認為 不能只是單純的黑箱的服貿 而是應該要全體討論 經過民主程序之後 胡茂先生真正來討論他的問題 謝謝各位 請正方二變上台質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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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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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確認 你方告訴我們說 中金月那個評估 你認為我們沒有參考 你覺得那模型不是服務業的吧 對就是我方認為 真正關鍵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份資料好不好 這有寫 若將服務業動態效益納入 將可以對台灣GPP的效益增加35倍 那是不是代表說 他就已經有把服務業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動態效益跟他是不是拿來算服務業 是兩回事 都沒有他就已經告訴你說 他把服務業納入了 那這樣 這裡啊 哪裡 如果這樣 我說的是 他不是拿來算服務業 不管你有沒有講什麼動態效益 或者是你幫說後續的那些市場 沒有這是他新的資料 所以他把服務業納入了 那不就有 他不能把服務業納入 他不是算服務業的模型 這是我方的意思 你一直告訴我說他納入服務業 廢話 他就是要來試圖拿來算服務 他當然要納入服務業 我方質疑的是 這個模型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沒有 他就新的資料告訴我們說 他把服務業的動態效益納入 對 他納入了 我要問的是他為什麼可以納入 他要算服務業 當然是把服務業納入 不是嗎 沒有我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指骰子 你們指1到6 然後現在告訴我把服務業納入 只要指到6 就表示是會賺錢 所以我指了一下骰子 然後指出了6 這樣就要納入了嗎 好 沒關系我們先下一個問題 剛剛沒有 您方一直告訴我們說 您方認為就是所謂的 已經駐統很可怕的 呃 也不叫很可怕 就是我方認為 這種政治主權問題 是全民的問題 嗯 對 那我想問你 就是 那就算真的就是大陸統一了我 那這裡產生了什麼問題 這產生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被統一的話 你被統一啦 那你今天就要過著跟大陸一樣生活 如果你是個喜歡 有他們的意識形態 喜歡關鍵字6 是會被屏障掉的人 你應該會過得很快樂 那我們不是這樣的人的壞 你會過得很不快樂 那我方要討論的是 我們不知道到底哪些東西比較多 這個程序不明 好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您方 現況下對大陸貿易成就已經很高了 對吧 那對於這個 已經在大陸那些的廠商 你覺得要撤掉嗎 我方認為我們沒辦法阻止它 但我們不應該開放 讓它更加的加深 那您方告訴我們說 已經觸統這東西 您方已經舉證說 現況下已經有做這件事了對吧 你說大陸嗎 對 那你可以告訴我說 服務貿易開放 潛態開放後 它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您方多少利益 我方多少避害啊 您方會 您方讓自由化變得多多 您方讓人可以去多少的資金 多容易去射找 那個障礙下降的越多 那已經觸統風險上升的也越多 對 那是利弊一提兩面的 那你現在一直質疑我說 啊現在易成度很高啦 那我也可以說 那現在我們貿易人很多啦 你根本就沒有 對對對 就是你可以告訴我說 就是這個避害在兩邊都會產生對吧 對對對 那您方會更大 我方會更大 對 是什麼 對我們來喔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服務貿易協定 是讓我們跟中國有更密切的交往 對對對 那所以說正方的第一建築 都可以更多的錢來往 我們的避害建築 我剛剛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您方告訴我們說 就因為我們降低了這個台資 台資投資的這個 就是 門檻 對對對 所以你認為就是 已經觸統的危險可能更大 一定更大 那現況下已經觸統的這個事情 已經在做了對不對 對 那對阿沒有我想請問你 就是到底這個他 就是有沒有就是開放服務貿易 對於已經觸統這件事 他只是更寬落更慢的事情 對阿沒有反過來說 我們現在沒有開放服務貿易協定 我們也可以去大陸的協定 你不能說所以我們賣賺 對阿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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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們沒有開放服務貿易 那已經觸統這件事 會不會發生 不一定 對阿沒有 你已經告訴我 現況下已經在發生不是 對阿沒有就是這樣子的 今天如果你繼續跟他加深 你已經觸統的狀況 就越來越嚴重 對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跟他加深 我是不是可以降低 我是不是可以跟別人做貿易協定 我是不是可以去接觸別人 其他的經濟體 是不是又降低了這個風險 對阿沒有我想問你就是說 現況下已經有已經觸統這件事發生 那如果我們只是加快這個東西 和靈方比較慢 那到底最後會不會出為統一失誤 我剛剛不知道 不對阿沒有 如果如果你論證 最後無論如何雙方都會被統一的話 那可能只是快一點慢一點 但會不會這個快慢 就導致有同一跟沒有同一的狀況 你剛剛不知道嗎 剛剛沒有可能你已經告訴我 現況下大陸就已經想要已經觸統 你一直想要 那我剛剛沒有說現在就被已經觸統了 我剛剛討論的一直都是 符貌的 並會增加多少的風險 所以剛剛沒有你充其樣子論證說 我們會加快這已經觸統的腳步 對 我剛剛會加快 我剛剛不一定會被最後統一 那你剛剛得論證 你要論證 現況下 橫數是個死 那我們就算有點掙扎 你可以論證這件事 好 那我靜一下就會解 那林邦債就是 林邦認為就是 國債那個東西 我方其實一直聽不太懂的東西 到底想要論述什麼 國債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今天 他是借給 不是自己人的銀行的話 這個就是負債問題 對不對 那林邦債就說可能他是自己人 對他是自己人 那我說自己人的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狀況是 中國大量的銀行銀行 他在這個自己人借貸過程 他沒有真正的告訴你 他借了多少錢 他是銀利的 他是假的 那我沒有聽不太懂 就是他做獎帳 如果這樣子可以比較明白的話 他做獎帳 對 沒有可是他不是自己 就是那個國有銀行 就是政府的錢 他把政府的錢 從比如說 河南進到河北 我跟我自己借錢 這個沒有問題 我跟我自己借錢 到底借助的時候 我沒跟大家明說 導致市場其他人的利率 受到的影響 臺上面請請請發言 在欣賞完雙雙精彩的交通後 本期宣布休息五分鐘 第二階段比賽 在佳育靈想後五分鐘開始 五分鐘開始 還有一個一個 文化我想當中 說了 講甚麼 的 但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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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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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